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穩定音響YouTube的頻道 那今天我們不是要跟大家介紹喇叭線 我們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喇叭的端子 Eason要跟大家講的一點說 如果你認為用這種喇叭線裸線 很好的唇筒接上去 聲音就會很好聽的話 那各位觀眾朋友要跟你說抱歉 以下我們這支影片就可以不用看了 跟你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這個喇叭端子到底有影響多大呢 就好比是說我們一條水管 你的兩端如果說你的水管直徑是3公分 結果你的兩端都已經縮前倒成1公分的話 那等同是你的來源跟出水的地方都被掐住了 那鐵錠這個水管流出來的水量一定不夠 那這個是一個簡短的比喻 那接下來我就為大家介紹 包括喇叭端子的形態跟它的一些材質 一開始我們跟大家來先介紹兩種不同 接駁的方式 我先拿一對喇叭來做一個示範 那首先我跟大家介紹就是我們所謂的 Banana的這種接頭 那當然Banana接頭它有很多種形式 各種不同樣貌的形式 都算這個都算是Banana 那又算又講這種WBT式的這種槍型叉的Banana 包括我們Ciatek這一種也是屬於Banana的接頭 或者我們AudioQuest的這個也是屬於Banana的這種接頭 那另外一種是我們的YX 那有些人會講說Banana跟YX有什麼不一樣 YX它這個面積會比較好 接觸面積比較大 那當然這個有很多的諸多的爭論 那我相信不是只有YX跟Banana之間的一個爭論 仍然有一派的說法是會覺得說 其實這些端子都會影響到我們這個線的傳導 最終傳輸到我們的喇叭 也就是我們的擴大機那一端 然後傳輸到我們的喇叭端 這些材質都會影響聲音 甚至改變聲音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用我們的喇叭線 可是在這邊跟各位觀眾分享 當然這個理論也存在已久 不過你可以想一下這個 點就是說我們的喇叭線 其實不論你今天是銀的材質 或是銅的材質也好 或者是你是銅鍍金人也好 當然你鍍金的話 就會有減少氧化的問題 但線聲本身大部分就是兩種材質去做 要嘛就是本身是銅 或是銅鍍銀或是純銀 大概這種線聲的方式結構 來做我們的喇叭線 那這兩種材質呢 你如果說直接接上我們這個喇叭端子的話 那你暴露在空氣中 以及我們手有金屬到 因為我們手本身就有這種流汗啊 有一些帶有一點就是打算氧化的一個成分 就是可能有流汗那個 有這種比較有碱性的 會殘留在我們這個桶道裡上 所以久了之後 或者是空氣中的濕度很高的時候 這個久的這個銅都會開始慢慢變得氧化 那變成是說你的耐久度上 在經過一段時間 聲音就會慢慢的這種衰退啊 那相對來講我們就會想說 那這樣的方式也會影響到聲音啊 所以就有人提出這樣的理論就是說 那我們不妨用這樣的端子 把這個銅線 焊在這個端子上 那這樣的話 接觸完之後 就比較不會影響到我們聲音的變化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你要知道哦 我們當我們這個銅線 要焊上我們這個 Banana端子頭之間 其實我們還要做一個動作叫做上洗 可是這個洗哦 的成分又會影響我們導體的聲音 的傳遞的變化 那這也是會牽動這整條喇叭線的聲音的改變 也就因此呢 市面上出現了很多種不同 材質的這種 喇叭端子的材質 比如說 這個是TGA品牌的Y型端子 它這個是杜老 這個是ART 它的Banana相叫它 它這個是杜玫瑰金的材質 那本體都是同材質去杜這個玫瑰金 以及我們Ciatek 它本身 那Ciatek 線深大部分都是採用銀線的材質 銀的材質 線深本身都是採用銀的材質 但它在它的端子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這個 鍍金的方式來做一個處理 那稍後再跟大家解釋各材質 它的一些特性 還有幫忙我們Audioquest 這個Type系列的 它的端子也是採用 它是採用鍍銀的方式 它採用我們的Banana的接頭 那當然它這個接頭的Banana 跟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這種 所謂槍形的 槍形插的那個Banana接頭 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把一根金屬圓棒 銅棒然後切成十字 中間有一根銅棒把它撐開 然後逼緊在我們這個喇叭端子 這個地板 也就是我們刺進去之後 然後透過這個旋頸之後 它中間有一個探針把它刺開 我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的結構是怎麼樣 它是這樣子 然後中間有一個探針把它 你就會看到它那個開口會怎麼撐開 一點點 一點點它撐開 然後再閉合 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來去把它撐緊 在我們的喇叭的這個端子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講所謂的這種 Y形插的部分 那Y形插 不是透過後面的喇叭端子的孔 去直接接上去 它是要把喇叭端子的這個部分 要把它螺絲把它懸開 然後透過這Y形的跨接在它的本身的 端子的圓柱中心 讓它跨過去之後 然後用螺絲給它懸緊去固定住 那很多人覺得是說 有一些 稍有會比較推薦這種Y形的做法是 它認為 從跨拉機傳送過來的電油 這樣的它的接觸面積最大 所以可以得到比較飽滿的聲音的品質 當然這個大家有各自的論述及做法 不過以線材技術來講的話 這麼多年來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個設計線材的哲學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這種算式分析 像這一條是我們ART自己廠製的線 廠線然後切線來做 那這邊Eason就做了一個調整 我們在我們的擴大機的接收端這一端 我們是用Y形插 但會牽涉到有時候 喇叭端也好 或擴大機那一端 有一些喇叭的端子 它比較不適合用YX 或者是不適合用這個Banana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這樣的調配 然後二則是說 這樣的端子的調配 比如說我的材質選擇上 這個杜老的端子 跟杜金的端子兩個去做一個結合 當然這樣的調配組合 有考慮到我們這條線本身身底的特性會不太一樣 在高頻的華麗度跟延伸感最好 應該是屬於我們的這個算是銀的部分 純銀 當然有一些端子不可能全部都是做純銀的 它是本身內部的材質是銅的材質 然後外觀外表的部分再去度銀 那至於度多少厚度的銀 當然就是每一家廠都有自己的調生的一個 獨到的一個見解 那這個是我們講高音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高音的四肢的部分就是度老 它沒有像我們銀 它的高音延伸這麼華麗這麼漂亮 但是因為有時候銀它的高音延伸太好 會顯得它的高音會變得比較瘦一點 所以有人就發覺說 用這個老金屬來做這個我們的端子 可以增加 除了延伸它的高音出華麗感以外 還可以增加它的高音的厚度 那在接下來的方法就是我們的度金 這個是講在端子的部分 高音的延伸的部分 那在中頻的部分呢 就反回來的 反而是我們的度金它的厚度會優於我們這個銀 也會優於老 所以在這個排序上就會有點反過來 那在低音的部分 金的部分還是優於我們的度老跟度銀 那這些排序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跟差別呢 因為最主要還是說 受限於材質本身的材料的特性 那在Audio Quest的這一條 它是材質是表面超完美的表面銅 就是讓它幾乎效應走的銅的這個材質 走的更順一點 那它的端子頭 它就不要想要去採用這種銀的 度銀的方式來做它的端子頭 那其他的部分 像ART 它就蠻喜歡用玫瑰金的方式 去做它的端子頭 那每一個廠家都有它自己獨身的調身秘技 針對不同材質 有些人會選擇度老 有些人會選擇度金 有些人會選擇度銀 有些人會選擇度銀 還有其他部分以外 你這個接點 也就是回覆到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水管的兩端 一個是出水 一個是進水 那當然你的來源那個水管端被掐住之後 那你輸出的這一端 當然相對水量就會變少 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在這個兩端的部分的材質的選擇 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那如果各位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或者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那今天我們討論的就是有關於 喇叭線的這些接頭跟材質的部分 那也很高興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